這辣椒再偏多一點 但又有甜甜的味道 好 加炒麵 直接配 那妳要不要先吃 哇 你看這個麵 超級Q 好吃嗎 這就是小時候的味道 現在要來吃 台中在地人擊退的早午餐 沒錯 我跟你講你看身後這一個 感覺是平凡無奇 好像有點平素的那種鐵皮 但其實這個在台中很常見 很多很厲害的道地又好吃的特色小吃 都在這種店裡面 而且你看後面仔細看一下菜單 超級多樣以外 小吃欸 全部都是銅板價 真的超便宜 我剛剛看到那價格嚇到 對不對 趕快進去看看有什麼吧 欸看起來超好吃的 好多東西我們想問一下 這麼多菜單妳有沒有比較推薦的 推薦給我們吃的 大家都點什麼 煮湯的話 好像比較多吃麵 麵 好炒麵 湯的話我們就 滷菜飯 滷菜飯 然後我看每個人桌上 都一定會有一碗湯對不對 對 所以他們的湯也是很招牌的 那我們也可以點個湯 然後旁邊那個滷的也不錯 旁邊滷的是有什麼 這是豬腳 豬腳 蔥肉 蔥肉跟肉燥 肉燥還有筍肝 對筍肝 湯不錯欸 豬肉脂腳都會附筍肝 那我們就是散麵 然後控肉一定要嘛 對 它有湯 它有湯 然後還會附一個筍肝 好 那就這樣 謝謝 謝謝老爸 就是這些 剛剛大家都這樣回答 我們就照著這樣的點來吃 這些人就是剛剛在地人直接推薦說 最值得必點的料理 而且我剛才發現一個 因為畢竟我是台中人 我發現我們的台中好朋友 東塵辣椒醬 其實這是不是有點像甜辣醬的味道 有一點像 可是我覺得它比甜辣醬再辣一點點 對 它在辣椒再偏多一點 但又有甜甜的味道 加炒麵 那妳要不要先吃 哇 你看這個麵 超級Q 好吃嗎 這就是小時候的味道 小時候我阿嬤都會帶我吃這種 早午餐 不會太膩 因為我已經 它不會很油 對 我已經很久沒吃到了 有種懷念的味道 很Q彈 我超喜歡吃那個豬的豬皮 因為很多人怕三層肉 妳怕嗎 我也會怕燦油的 不過他們做得很好 就是老闆挑的它的肥跟瘦的地方 是剛剛好的 剛剛好 對 嗯 很Q對不對 它的皮是入口即化的那種 好妳小心 它皮一咬就直接化它 嗯 哇 它不會很難咬 然後滷得非常入味 它的醬油是 我覺得很簡單很乾淨的味道 然後再配一口飯 加一點筍汁 真的好好吃 很完美耶 一早 吃這種早餐呢 就是會有一種 一早被暖胃的感覺 超喜歡菜脯的 欸 辣菜脯是不是奶奶的回憶 沒錯 喔 來 欸 它的菜脯 非常的 有味道 是辣的 嗯 很辣對不對 是辣的 好吃 對 開胃開胃 很夠勁 好 來 還有一個這個 這會 欸 早上還有一個 我超愛喝熱湯 對是 軟胃 因為女生好像都很喜歡喝湯 吃很多喝湯 對 然後裡面料很多 豬血 豬血 大小腸 而且它的料 這個比湯還多 整個買出來 我在旁邊流口水 我跟你講喝 它的湯是 好喝的清湯 它不會有豬的腥味 我想要吃豬血 對不對 豬血湯就是這個味道 它有一點薑絲的香味 有點那種 蛤蜊湯的味道 很清 對 不會有太多豬腥味 就很適合早上喝啦 早上喝就不會覺得太重頭味 好好喝喔 好療癒喔 欸 我覺得當台中人好像很幸福 台中超級多美食 超級多 很多這種小吃 而且早上就有開 對 就是他們很多這種 道地的早午餐 然後你其實看這裡 坐在裡面 就會有很多那種 回憶嗎 就是 我在台北比較少看到這種早午餐 對 是的確蠻少 而且台北早上面天應該很少有開 比較少 這種通常拿來做宵夜啊 或是正餐 但其實有時候早上也是會想要換個口味 然後吃這種阿嬤加油的味道 我覺得我現在很Local 怎麼說 好像道地台中冷暗 哇 真的是一早就被暖胃了 真的 而且你看 我們後面 真的就是 隨時都是滿座的 而且大家就真的自己一個人吃午早午餐 早餐才是道地人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一個 可能上班前 然後要嘛就是午休來吃一下 欸 我們道地行程第一站就這麼強 真的 這個是老台中才有的味道 好不好